热辣滚烫里的拳击 贾玲与专业拳手冠军对打 那个时刻感觉自己一定要坚强 如果我也哭了的话 我怕他们会更心疼我 有没有人劝你 不要真打 有啊 大家都在劝 我知道大家都在保护我 当我当时跟我的那个对手 就是桂林 桂林是全国女子拳击的冠军 我就过去跟她说 我说桂林 我说你一会儿一定要真打 我说你要用尽全力 我说我们有可能才会一条铺 我说我能扛住 妹妹非常的厉害 行 我就打 这方是专业 一会儿打不过来我就叫停 咱随时接受 不丢人 贾玲热辣滚烫的拳击赛 整个过程被打到吐血 这段是真打 片中贾玲对手 也是全国女子拳击冠军张桂林 据她回忆称 当时拍完第二个回合后 因为太心疼贾玲她哭了 要知道作为一个练了13年拳击的专业运动员 张桂林的拳头普通男性都很难扛住 但在跟贾玲被打时 她不仅是真打 还是用了近乎全力去打 而这一切都是贾玲要求的 在开拍前 贾玲还一直安慰她 让她不要有心理负担 甚至为了不让其他人看了心疼 贾玲还特意清了场 但即便是这样 剩下在场的人几乎都看哭了 贾玲团队现场观看贾玲挨揍 真的太心疼了 向贾玲如今的财富与地位 完全没必要拼命 找替身很轻松就能完成 但是贾玲真诚到自己亲自挨揍 我一回头看她眼眶贼红 然后再看那边的工作人员全哭了 贾玲最后也被打成成了轻微脑震荡 也就是说大家在电影中看到贾玲被揍的鼻青脸肿 并不是化妆特效 而是真伤 所以网上那些说给我钱我也行的人 真的别太自信了 首先贾玲就算不减肥 也有本事赚钱 其次你还真没有贾玲这本事 大家说是吗 让我们一起感受贾玲在热辣滚烫中 关于拳击部分的激动场面吧 我说了一个答案 一个专业的拳击运动员 打出来的拳真的是透进去的 他是有穿透力 打完以后吧 我就跑过去抱着他 我抱着他以后 我当时我记得我说了一句话 我说 我导演我觉得我很太佩服你了 然后当时 我其实我已经哭了 那个时候 然后我就头拧到一边 抱着导演 这样擦眼泪 真的很佩服他 当时听众人对话 有记忆 感谢观众人对话 一 二 三 我在那 你在这 你三个一起 我在打你啊 我好久不打了 导演确实在减重 过程能够很辛苦 贾玲带着自己的新电影 满载荣誉回到家乡 为父老乡亲们 献上自己辛苦一年练习的拳击山达 萨兹英爽 帅气十足 步伐灵巧 身形灵活 出拳式如疾风快如闪电 俨然一副专业拳击手的模样 看来 这一年多的辛苦没有白费 迎接她的将会是无数的荣誉与掌声 加油 贾玲 你是好样子 我的脑袋被她打得像波浪鼓一样 你冲吗 后来 打完以后 我稍微有一点点脑震荡了 我跟林姐打最后一场全赛的时候 是按照正规的拳击比赛来进行的 其实我想对大家说 林姐的拳也很重的 她也有点脑震荡了 她拳真的挺重的 我只是不说你知道吧 我拳挺重的 真挺重的 但是我也不可能挑一个现役的 就是上海市的拳击总冠军 所以飞飞其实已经退役六年了 哈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真是笑 哈哈哈 呃之所以找胡子演这个角色 一个是 首先是戏特别好 第二是 那个 她本身就特别爱健身 嗯 第三是因为她是大碗娱乐店 哈哈哈哈 嘿嘿嘿 我我多说一句 你说 我说福子特别好 什么呢 因为我 我心部比较差 然后呢 我练了俩就打拳 但是人家福子呢 天生 不是天生 之前就练过 练过 所以呢 他比比我优秀很多 但是我进组的时候呢 他就得等我 他不能练 天天呢 还得减重又干嘛的 就为了像我这个 你别夸他 啊 你得夸我 哦 哦 哈哈 不是 因为福子气死我了 我跟他说 我说咱们是 大碗娱乐的演员 我说我让你来演 我说你常年健身 我说人家雷子是 接了这个戏以后 然后开始练拳练那什么 我说你别 到时候 你俩站一起 那肌肉块 你比人家厉害 我说你吃俩月 长胖 萌萌 真的 他就一直在吃 一直在吃 但有一天 健身让我给递着了 哈哈哈哈 偷偷健身 偷偷健身 就是 福子有一天在外面 拿着椅子在那坐 活成 然后坐着以后 然后我正好 我说你这两天 别再 别再健身了 他说好了 你放心吧 在那个椅子上 然后我出了以后 然后他说 刚变两下 哈哈哈哈 哈哈哈